Hello大家好,我是Clear,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今天在化妆的时候翻到了两副以前的美瞳 就顺势戴到眼睛里去了 等到化完妆之后就觉得自己颇为陌生 因为我真的已经很久没有戴美瞳了 看镜子里面就感觉这个眼睛不像是自己的 不知道大家镜头里面看是什么样子的 那今天这视频的主要内容呢 就是久违的UNIQLO诗穿分享 我在2020 UNIQLO U春夏系列当中呢 挑选了一些单品 并且把它们搭成了几套组合想要分享给大家 如果感兴趣的朋友请继续看下去吧 首先呢,今年UNIQLO U春夏系列当中 比较主打的一款外套 就是这件四语衣四丰衣的连帽外套 它一共有黑白两个颜色 我挑的这款是米白色 前几年U系列就出了类似这种轻薄材质的 潜色风云外套 当时很快就售轻了 然后后面呢,也一直有人留言问我说 哪里可以买到同款啊,什么什么的 所以我就猜想说 有可能这种春季的轻薄款外套是挺有需求的 所以这次看到相似款呢,就马上加入购物车了 嗯,今年的这款外套呢,它和老版本是一样的 用了既硬挺又轻薄的材料 衣服的阔形很容易就被撑起来 上身之后呢,也是感觉直直的 马上就可以自成形状 它没有添加腰带之类的装饰性元素 整体保持了非常简约的一个设计风格 唯一不同的是,今年添加了一个可拆卸的兜帽 戴上这个帽子之后就真的很像传统的羽衣 走在身后谁都认不出你的那种类型 其实我个人并不那么那么喜欢这个设计 我觉得对于长发的女生来说可能会有点麻烦 所以我今天呢,还是想要把帽子拆掉来试穿它 我参考了官方的lookbook 在外套里面搭配了一款同样来自U系列的莉领衬衫 这件衬衫款式是蛮帅气的 但是颜色有偏差 跟官网图相比 它的实际颜色是更偏暗淡的强灰白 如果是在温暖的天气里 单穿这件衬衫的话呢 我有可能会推荐两款深色系的 就是墨绿色和浅绿色 我觉得这两个颜色都非常适合东方人的气质 我今天是为了搭配米白色的外套才选择了浅色系的 另外再多说一句 如果有朋友还是比较喜欢有腰带款式的这个风衣外套的话 不妨一步去隔壁的男装看一下 今年也出了一款浅色的风衣外套 我看了一下 我觉得是不少女生都可以驾驭的类型 今年U系列当中第二个比较受关注的春季外套呢 应该就是这款休闲西装了 它一共有三个颜色 我比较推荐的是深绿色和深灰色 因为浅绿色我看到日本已经有人穿了 那个颜色当外套大面积穿 说实话我觉得有一点点显黑 不太好驾驭 所以这里就不做推荐了 这款西装选用了透气舒爽的帆布面料 上身之后的感觉呢很轻薄 但是轮廓还是很挺刮的 设计亮点是隐藏在旁边的侧口袋 以及介于单排扣和双排扣之间的这种造型风格 版型方面这款西装整体偏宽松 而且有一定的长度 因此最好的穿法就是把它当做oversize的外套穿 可以像官方推荐的那样搭配裤装穿 也可以像我这样搭配连衣裙穿 总之搭配的核心重点就是走延细风格 我认为这才是这件外套正确的打开方式 就是宽宽大大的清清爽爽的 我今天搭配的这条连衣裙是U系列以前就有的款式 今年出了新的颜色 我看了一下几个颜色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雷点 作为春季内搭穿在外套里面呢都挺好看的 像我挑的这个偏绿的beige色 就非常非常适合来搭深色的外套 版型设计就是很简单的短袖加喇叭裙 无明显的腰身 有两个隐藏的小口袋 长度方面我查了一下 好像只有日本地区可以选择更短的款式 其他地区都是普通的常规款 我身上这件就是常规款 长度大约就到小腿度这里 那第三个试穿look的重点呢 就是我身上的这件针织开衫 这款开衫呢它有多个颜色 我认为比较好驾驭的是黑色和黄色 lookbook当中模特穿黑色款上身的图片呢 是吸引我想要试穿它的一个最大契机 那我的试穿感受呢 就是这款针织衫的剪裁 其实还是挺宽松的 它只是在下摆处做了一个超收口的设计 来提升腰线 营造出一种好像是小短衫的感觉 我比较喜欢的是它的领口设计 类似于传统服装样式的这种小胶领 还是挺好看的 可以衬托出颈部的线条 而且它的材质十分的柔软轻敷 贴身穿也很合适 考虑更新薄款针织衫的朋友呢 可以放心入这件 搭配方面呢 我觉得它的选择也是挺多的 如果是单穿的话呢 下面可以直接穿牛仔裤或者是裙装 今天我挑了U系列的一条新款半身裙 这条裙子的材质是那种有点光泽感的螺纹棉 所以某种角度也可以说它是一条针织裙 那针织裙的类型我最害怕的就是穿得太紧身 但拿到手之后呢 我发现我好像有点多虑了 因为这条裙子的版型 它本来就是松松垮垮的 松紧带加多褶皱的设计也不会显得很贴身 所以我拿M size是真的有点拿大了 其实再小一点也完全是OK的 但还好我今天上班上的针织衫也是比较宽松的 整套搭配下来呢倒也算和谐 我今天还尝试着把这件针织衫打开 披在连衣裙外面穿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经典且实用的一种搭配方法 在这里提一提给大家做参考 另外呢今年一系列当中 我还关注了一条工装风的连衣裙 这件连衣裙是被分到这个外套系列当中的 因为它既可以当做裙装来单穿 又可以当做连衣裙外套来叠穿 它有黑黄绿三个颜色 都挺好看的 黑色偏硬朗帅气一些 黄绿色春夏气息更浓一些 我这次挑的是黄色 拿到食物之后呢我还是挺满意的 它的这个颜色既没有鹅黄那么嫩 也没有姜黄那么深 是正正行好的非常漂亮的一种黄色 款式设计就是十分典型的直筒连衣裙 加工装风元素 采用了棉质鞋纹布 面量厚度的的确确也是不输给前面几款外套的 搭配方面呢我觉得可以参考官方图片那样 在里面叠加连衣裙裙穿一种最简单的穿法 或者像我一样在里面穿上下同色系的内搭来突出裙装 我今天选的是黑色系 因为我觉得黄黑是一个很好的颜色搭配 再或者呢 干脆就简单的在里面搭T恤和牛仔裤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就是休闲感工装感更强一些 那总结下来呢 这款连衣裙外套算是本次U系列外套当中性价比最最高的 因为它的的确确是可以一一多穿 谁都可以穿 三色皆可穿 还是蛮推荐的 接着呢我这次还在U系列当中挑选了一款非常非常满意的真质背心 我从去年开始就一直想要入手一件纯素色的V0背心 可是逛了好多款是最终都没有拿下 要么太长了 要么太宽了 要么版型太怪了 要么材料差口气 今年终于在Unicolo当中挑选到了一件版型规规矩矩 颜色也简简单单的真质背心了 我真心希望可以买得到的朋友都把它买回家 真的这是本次视频最大的一面安理 请大家务必吃下它 具体的推荐理由呢有以下几点 首先呢它可以单穿 它是棉质螺纹针织 密度高 触感好 单穿的时候不扎人也不透敷 其次呢它也可以叠穿 里面搭配T恤 针织衫都是非常完美的组合 要知道我去年试过很多针织背心都有疯狂掉毛的现象 或者是什么针织纹路太松 穿内搭的时候里面的这个颜色会露出来就怪怪的 但这些问题都不会在这件针织背心上遇到 你可以非常随意的穿内搭 也可以非常随意的配下装 牛仔裤面料裤短裤连衣裙小短裙 总之摆无禁忌 什么都OK 基础款必备就是它啦 今天我在里面穿的呢 是U系列的圆领短袖T 就是最常规版的那一款 这款T恤也是以前就有的款式 今年出了新的颜色 UNIQLO每年都推很多款T 我觉得卖的最好的就是这个最基础款的 我很久之前入手两个颜色 都被我穿烂了 就因为我有咬领口的这个坏习惯 所以我这两款T恤领口这里都会有点坏掉了 这个系列的T我的推荐度还是挺高的 因为它材料够舒适 价格又很实惠 白色款不透肤 黑色款不褪色 所以首选的是这两个颜色 接着一些彩色系的话就要看自己的喜好了 但它这个系列 普遍都是一些比较大人感的彩色T 穿上身不那么显置气 和我一样想要更新素色T的朋友呢 一定不要忘记去看看这个系列 OK以上呢就是今天这视频的所有内容啦 和大家分享了一波UNIQLO U春夏系列的 试穿分享试穿评测 其中包含了一些我认为该系列当中比较值得购买的单品 希望可以给感兴趣的朋友起到一些参考的作用 最后呢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